還有要特別小心的是 台北縣碧壇風景區呢 以前就有人在這邊跳水 然後被罰了 結果現在這個歪風呢 從岩壁蔓延吊橋上面去了 明明上面就有牌子 寫著禁止吊橋 很多人根本當作沒看到 甚至有商家講說 天天都看到有人在跳 而台北縣長周錫緣 也是相當的無奈 他是台灣跳水的希望 大家給他鼓掌一下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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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碧壇吊橋上這名男子穿著勇褲 先活動一下筋骨熱熱身 接下來也不管下方 正有人在踩天鵝船 就往下跳 你看 你看 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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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想跳就跳這兩三個禮拜 碧壇吊橋仿佛成為跳水天堂 上個禮拜嘛 就好幾個在那邊跳 從橋上跳下去游泳 很多人在看是不是 很多人在看 剛好加油 剛好禮拜六里一天 其實過去就有人在碧壇 沿岸山壁跳水 儘管他們被開拔 不過這些民眾 還是喜歡到這裡找刺激 把這個燈了 要放在水面上嗎 嘿 所以他那個岩壁的下面 就放了一些葡萄 嘿 架那個燈嘛 嘿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岩壁就不能跳了啊 碧壇橋頭早已立牌 岩禁跳水 違規者會被罰 三千到一萬五千塊 只不過就是有人視若無睹 趁著沒警察 沒保全員的時候來跳水 看來這裡只能派人站崗 才能遏止這股 跳水歪風 中天新聞 阿公雅麥陳奈吉台北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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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